这个我气球飞过你那边 你气球也曾经飞过来 气球不是第一次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所以这个Austin 美国国防部长打电话给 大陆国防部长 大陆国防部长不接 我上次就不接 我这次一样不接 我就不想接你电话 你把我气球打掉了 我还会接你电话 我还会跟你好声好气吗 另外你看到这个北京的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赶支 这个其实蛮有名的 很多人上去看一些军事动态 说在去年美飞肩并接演习期间 三月到四月底 美军至少部署了 四艘类似的飞艇 无人飞艇就是气球的概念 那华盛顿邮报也独家披露 说官员表示 这个监控气球的行动 运作了好多年 搜集对大陆具有新兴 这个战略意义的国家地区 像是日本 印度 越南 台湾 以及菲律宾等等 CN的报道还说 情报官员认为大陆气球 是属于解放军广泛的监控计划 这个气球近来至少在五大洲的上空 执行了二十多次的任务 没有错 这个美国说嘛 大陆有个什么 气球舰队 对不对 气球舰队在这个遍布全球都有 但当然了 政治上的效应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双方的关系 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但这个气球到底是谁的 当然是中国的嘛 但是我也觉得怪怪的 我要问一下袁老师 那如果说你觉得气球残骸 该不该还给中国大陆 那如果大陆说是民用的话 民用的话 时候应该会有赔偿的问题 所有权的问题 那有很多网友在问 这到底哪一家民用公司 为什么那公司的名称 你不告诉我们呢 那个公司的负责人出来讲几句话 是不是开始打官司 要求赔偿 这个气球造价多少钱 是不是这些细节都没讲 好像也怪怪的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如果你今天看 这个使用气球来侦查资讯 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嘛 所以这个是可能大陆 为什么会态度比较 不是那么愿意配合美国的说法 就是说大概美国自己 你也做过很多次 那今天我同样飞 那也有可能我跟你讲了说 我是这个因为失控了 这个风把它吹过去了 那你不接受的解释 当然我觉得这是美国 应该是它可以有的一个立场 可是大陆可能会觉得说 过去可能美国也有 类似的这个情况 在大陆附近也有这个气球 那所以今天谁也不要怪谁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当然不会是民用的 如果是民用的话 今天真的说打下来的话 那个公司对它这气球失控 要在美国上飘 它也要负责任的 所以不是说打下来 美国说好 那我赔你这个钱 可是你这个闯进我领空 你可能要负责任更大 所以如果真的有民用公司 也不敢承认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应该是 对大陆来讲就觉得 没有那么严重 小事一装 又没有太多的这个 携带武器 不必把它扩大解释 我想大概就是大肆化小 淡化一下 所以确实 我觉得这位教授 讲的算是蛮中肯的 他不止不相信 中国大陆对气球的解释 美国对这个气球的说明 他也存疑 就是说一颗气球 双方各自表述 两边讲的可能都不近不实 是不是有点这个疑问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有 就好像你每次听到 甲方控告乙方 然后在他撤谎的时候 都觉得两个人 好像都没有把时间讲出来 对而且不是 而且有些东西都不敢讲 因为对双方 有些事情也没讲清楚 因为都有犯过错 可能 都各自表述 但是双方的关系 因为这个气球 我们这个气球议题 可能还会再延续下去 让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特别是第二颗 第三颗气球会怎样 这个好戏还在后面 这段影片 事实上我们虽然没有播出 因为不知道真位 但我给大家说一下 主要是飞机这个凝结尾 对不对 比较粗的应该是F22 那比较细的应该是导弹 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就说不知道 是不是它重复剪接 重复剪接 就是说看起来 那个比较细的凝结尾 有好几道 所以有人说 这个响尾蛇飞弹 不止一枚 那打这个气球 需要好几枚 一枚以上的响尾蛇飞弹 当然这个东西 还是存疑 这是美国网友的意见 我们给大家整理出来 美国也有很多 神人能人 有很多军事专家 那但是杀机用牛刀 这个事情 昨天我们事实上整理过 已经大家看了 已经吓一跳 本来出动F22 跟响尾蛇飞弹 响尾蛇飞弹 一枚造 一枚造价千万 大家就已经觉得 杀机用牛刀了 但不止 对不对 F22跟韩冰说 有人讲四架 有人说两架 目前看到 至少知道是两架 最少是两架 最多有可能是四架 还有数架 F15战斗机 数架 还有什么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来了 还有P-8A 海神巡逻机也来了 还有HC-13洞 搜救机也来了 昨天看到这些 我都已经惊呆了 豪华打击团 另外今天又多了一个 蛟龙夫人 U-2S 也升空监控 寒冰这些讯息 都是所索碎 所以我说跟气球 才能还一样 一点一点放出来的 所以今天告诉我 F22明天又说 F22不止一架 后天又说F15 然后又说F15好几架 然后一个一个的出场 最新出场的是 这个蛟龙夫人 这些是在干嘛 美国军武大展吗 你觉得这些讯息的曝光 意味着什么 真的对付一颗气球 这些是必要的配备吗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能是必要的 必要 为什么 就是它每一个有不同的任务 刚刚我讲 F15是负责带夹舱来观测 帮它标定 标定整个目标 那KCE-135是怕 万一它们真的一直打不中 你空中可以加油 一直打不中 万一的话 还要飞好远的话 万一啊 所以很久都打不中 所以之后来加油 那P8A跟HCE-13洞 其实两个都是 当气球掉到海里头的时候 它要负责标定位置 然后去 就是贴近海边去观看 去搜索 去确认这个残骸的位置 好让它们去打 那U2 U2因为它可以飞得非常高 它在冷战时期专门去 它是标准的间谍飞机 那我们台湾也帮忙飞过 那其实也有造成一些人员损伤 那U2大概就是因为 它能够飞得比较高 所以它是最容易接近 去观测那个气球的 所以它大概就是一直负责 去侦测这个气球的动向 因为它制空时间也比较长嘛 所以美国真的是很认真对待 这件事情 为什么很认真对待 其实我跟大家讲 美国本来不想认真对待 因为美国早就知道 它在阿拉斯加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呢 它一直不想甩它 因为它觉得那个没什么大不了 实际上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觉得 那个就是个气球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后来因为美国 整个民粹起来了 然后共和党一直乱骂 然后美国民众也说 为什么可以让它飞过 头上不打下来 所以拜登只好被迫出手 那问题是出手 如果打不中就糗了 所以才要这么严正以待 就是全部 你要把所有可能 miss掉的可能性 全部忽略掉 对啊 因为万一打万一没打到 那个拜登就不用选了 那个糗大 对啊 而且你知道 其实美国内陆空旷的地方 非常多啊 它其实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海里头 是啊 它在它自己境内打下来 不是更好吗 美国中西部一大堆沙漠 但是问题是 它一定要到海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在内陆去打 万一 万一没打中 就会很糗 你要到比较少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至少我没打中 你也不知道了对不对 对啊 至少能够看到人比较少 要掩盖讯息会比较好 你如果在美国自己本土的上空 满街的人都在看 到时候没打中 不是糗大了吗 所以其实这件事对美国来讲 完全是个政治议题 而不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所以我要问一下寒冰 所以打一颗气球 这些叫做标配对不对 打气球的标配 这样我就觉得CP值在 我从大陆的角度思考来讲 CP值太高了 是啊 所以 是不是 所以昨天谢长廷 我们的驻日大使 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他说 以后中大陆 可能一万颗气球冲过来 他中共同路人 对啊 我觉得 一万颗气球 这个idea实在太好了 因为你知道 一颗那个AIM-9X 60万美金 甚至现在可能 你涨到70万 然后 你这些每一架飞机 它上去一次任务 少说都是两三万美金起跳 它光是营运成本 你知道 然后下去维修 你光是这样一滑搞下来 美国大概搞掉一百万美金 这太划的来了 你知道 他如果弄一万颗气球过去 美国直接损失一百亿美金 那你看对老共来讲成本多高 但是我拜托谢大使 如果老共真的想不开 跟你想的一样 弄了一万颗气球上去 他先把自己的航道全部堵住了 你觉得他有病吗 没有要不然就是一天来个三颗嘛 你知道慢慢细水长流 一颗一颗丢 马上有一颗又要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昨天讲不止不止一颗 第二颗第三颗 第三颗美国说还不知道位置 但是好像有第三颗 每一颗就让美国人花掉一百万美金 对老共来讲也挺有赚头 就慢慢来吧 所以美国要成立一个什么 空中气球打击连队 标配是吧 有啊网路上有人哭手啊 那一架F22旁边 已经贴了一个气球啊 你要击落一个飞机就要贴飞机嘛 击落气球就贴气球啊 看他到底以后美国可能每一架战机旁边贴一堆气球 这真的很怎么办 那个气氛是很欢乐 就有点像是那种夜市打气球的概念嘛 对不对啊 所以那个飞官我不知道 那个飞官打落气球的那一颗心里怎么想呢 上去杀敌保卫国家 就对付的是一颗气球 当然不要想看这个气球 这个气球真的是很不一般 有自毁爆炸装置 还有足够出人物CTI444